北极新式直升机是印度研发的一种轻型直升机 还有根据其为基础研发的武装直升机版本 这也是印度与德国合作研发的成果 并且在2002年以后开始进入批量生产装备硬军部队 这种武吨级直升机续航力4个小时 拥有4轴自动飞控系统 抗坠毁座椅 防弹油箱 并且配备了高性能通信系统 气象雷达 敌我识别系统和电子导航系统 从外面来看 是一架性能不错的飞机 但是事实上这是一款让人非常头疼的直升机 只是纸面好看 什么都有 但是缺乏取舍 也没有什么突出的优点 这还没有什么 最关键是这种直升机不靠谱 印度在2009年忽悠厄瓜多尔买了10架北极星直升机 2011年新闻就报道 在支付了5000万美元的货款后 厄瓜多尔空军发现购自印度的北极星直升机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 即使是最新收到的两架新机也不例外 厄瓜多尔一共接收了7架北极星直升机 结果3年时间 先后有4架坠毁 其中一架还是掉在去运送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的路上 还有在阅宾市上 厄瓜多尔花了4200万美元订购的维护配件 也是几年不到货 弄得厄瓜多尔非常后悔 1200万美元一架买这种直升机 干脆全部退货 改为购买二手俄制米17直升机 二手俄制直升机也比印度新直升机要可靠耐用 作用还大 虽然纸面上听起来没那么花哨 常见时巡航导弹的优异性能众所周知 然而其研制成功的背后却离不开两位盟友的鼎力相助 为此他们甚至不惜与美国翻脸 这一期中有怎样的新密网事 微信关注风火军事 回复盟友送导弹为您揭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